大家好,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六凌晨,西甲新賽季揭幕戰即將打響 到期時奧沙森拿將是主場對西維爾 西維爾是上季聯賽前四分子,比奧沙森拿高23分 雙方實力明顯不在檔次上 所以西維爾金將出戰,是有望取得新賽季的開門孔 到期時M直播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講述奧沙森拿,自從1920賽季升班以來 他們已經連續三個賽季都能排名在西甲中游位置 明顯球隊已經適應頂級聯賽的競技節奏 不過奧沙森拿是一支以靠作客來搶分的球隊 他們上季在西甲作客方面,積分高於主場 當時球隊主場的戰績只有五勝、七禍、七虎 在整個聯賽中只好過卡迪斯 作為一支細球會,奧沙森拿在主場上的投入是有限 在下槍中,他們只用了二百萬歐元左右 在維拉利爾買入了摩爾·高尾斯 這個已經算是大手筆了 所以球隊在陣容上未得到好好的補強 他們今季還要依求老臣子安迪布迪美亞 和傑基加西亞這些球員的發揮 雖然近期在球會友誼賽取得三年性佳職 但奧沙森拿過去面對西維爾都處於絕對下風 所以奧沙森拿今將即使有主場之力也不移高估 至於另一邊西維爾,他們在今個下槍出售不少球星 後防主力祖利斯·古迪和迪亞高卡路士先後離隊 令球隊能換取大量資金 不可惜西維爾只用了一千多萬歐元買來了代替品 馬高斯·塔斯拿 他能否能填補防線上的空缺還要有待觀察 不過最為重要的是另一筆隱瞞 是他們簽了球星 伊斯高·阿拉幹 這位本土攻擊手 在皇馬的後期屈屈不得之 轉投西維爾之後必定會展現自己的實力 在休賽期間 西維爾也打了多場球會友誼賽 風前三叉擊 尤素夫、印尼斯里、艾力、拿美拿和捷西斯、哥朗拿 在那段期間都有建功立業 對於球隊來說是一件好事 另外 西維爾上季在西甲座下的戰鬥力 是排名聯賽上游位置 而且他們最近六次在聯賽中面對奧沙辛娜 是取得四勝兩和保持不敗 當中多達四場比賽是未有失球 再考慮到球隊之前四個賽季的西甲首輪 都能夠取得勝果 所以說西維爾今將必定會海旋而歸 至於陣容方面 中場蘇素·費南迪斯是因傷缺陣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謝謝大家 來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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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出